好啦 哥哥 我們上一次跟大家在聊涼麵 教大家怎麼樣吃涼麵 然後甚至突破了大家很多想法 可是好多人都一直在問說 有更多的涼麵醬嗎 保師傅本來就很會做涼麵 因為做涼麵連7-11都跑來找保師傅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我們賣了涼麵 他們還講說這是 鮮花板架 就是賣最貴最貴的保師傅涼麵 可是老師講涼麵的種類蠻多的 對不對 上次保師傅教了大家營業用 就如果我今天要開涼麵店 我要準備這個準備那個 有沒有 都來一點來一點 非常複雜 那個比較那個 然後還有保師傅也教了大家一些比較基本的 像是日式麻將 胡麻將 可是我自己要稍微講一下 雖然每次我們在講這個節目的時候 都有聽眾朋友說 這個王瑞瑤好吵 應該要讓保師傅多說一點 他可能都覺得很受挫 不 我少說一點 口才那麼差 我配合你就好了 那我今天多說一點 你多說一點 好啦 我今天其實要稍微講一下 我爸爸的山東式涼麵 我記得因為保師傅的主題是四川 然後保師傅也對於四川的涼麵有一些描述 可是我要講我爸爸 我山東爸爸好會煮飯 因為他那個時候年紀小的時候沒有飯吃 我覺得這個傳統觀念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就是沒有飯吃就送你去餐廳對不對 學徒 去做學徒 外場內場他都管三餐 你至少都不會餓肚子 我記得我爸爸那個時候也曾經跟著一個親戚 應該是舊公還是誰保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學了很正宗的滷菜 所以以前在家裡的時候 我媽媽只會洗米煮白飯 下廚的都是我爸爸 那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我爸爸就會做涼麵 然後這個涼麵的這個概念很像潤餅捲 準備很多東西 對 他比如說要切個小黃瓜絲 要燙一個綠豆芽 沒有紅蘿蔔 我要先講 因為紅蘿蔔深深的很難吃 然後還會有蛋皮 小黃瓜 還有綠豆芽 香春 香春芽 我就記得每年香春芽 四月 對 春天來的時候 只要有香春芽的時候 我們家就要開始準備吃涼麵了 然後那裡面還有什麼 我爸爸還會弄一點大蒜汁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 大蒜最辣的形式是什麼形式 就是你把它搗爛 搗爛之後加一點鹽巴 沖一點熱水 最辣最辣的大蒜就是這樣子吃 然後我爸爸甚至還會把蝦皮洗乾淨 然後也是一樣用一點熱水泡著 因為大家知道在拌這個涼麵的時候 會把這個芝麻醬 比較黑的這個芝麻醬 先加水 把它調開調開 老師傅上次有教大家怎麼調 因為那也是一個基本法 調開之後就是一個芝麻醬 因為芝麻醬在拌涼麵的時候 他就要一些水分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有什麼大蒜汁 醋醬油 還是我剛才講蝦皮水之類的東西 然後把這個涼麵 又像是芝麻醬麵把它拌開